六位 quella就是大學的被立原的 不過加南宿利大學 就是由一位義務管理系的學生劉芝城 因為甚至優秀 成功課出了幾條經驗就是說 讓學校 наст pentruは否採取 《 hi bizarre Regup 制度》 好以示為後來第 23 回 《 hi れ slides 》 give up of the 學生 加南宿利大學 code 95 年度開始 就已經有了《 hi � тебя Det ráp hybrad》 已經是由一位義務管理系 的規矩 例以後來第 23 flower 提昭 令學生 也在六岁就学习下成功提供了解期的比较进修 国立大学的研究所 所以可能提早毕业的同时 也衔接到未来的人生进程里面 继续要再往国立大学的研究所 继续深造再接再厉 一开始想要提前毕业是看到 就是有其他系的学长姐 他们有先例 就是有提早毕业 然后就想说看能不能自己也达到这个目标 在好好来的时间 劳动和行政都相当的优秀 其实这是四个期间 受到了很多东京的困境 仰为亲分合适的态度 成功大家要好好拿走比较没门战 可以继续用研究所有自己担运进 基本未来可以成为所有老师和合适 共同合适的模範 是现代其的目标 接下来就这么任努力才放不得